那在那里他必须要重新开始学习那个 比较那个 基本的生存之道 对对对 因为他以前是生活在文明当中 然后现在回到那个原始的部落里面去 他需要去学习那种 在蛮荒里面怎么生活 还有跟主人之间怎么相处 那他在那边也遇到了他 心爱的女孩子这样子 体会到一些爱情里面的快乐跟痛苦这样子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主题 他们都是要回去寻找自己的根源这样子 这算是偶遇这个小说里面贯穿的一个主题 不过其实听完金鱼跟偶遇里面这两个故事 包括就是所谓的流浪 所谓的寻找 感觉好像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新书 《饥饿见奏曲》 其实也有一点点算是重叠的地方 因为其实《饥饿见奏曲》里面 他也讲到一个所谓在战争的时候 可能主角他要寻找自己 或是决定自己命运的一些过程 但是很多的书评 或是很多的读者都认为说 《饥饿见奏曲》这本书跟前面的作品 其实整个题材 还有出发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之前金鱼跟偶遇的 我觉得那里面漂泊的这个部分 其实从故事里面就可以感受到 非常的强烈这样子 那那个在《饥饿间奏曲》里面呢 其实他本身是更着重在他母亲的整个成长的过程 成长的过程 对 还有包括对 因为他母亲那时候是在二次大战的期间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里面也多少反映了那时候那种比较残酷的整个现状 然后对人们的影响等等 对 其实刚刚其实春旭姐已经帮我们提到了 这本书有提到的是作者他的母亲 里面的小女孩 女主角 其实他就等于是勒克莱桥他母亲的化身 他是把他母亲当成原型 对 当成原型 然后把就是二次大战是这个时间的背景 把那时候的一些生活状况 不只是小女生自己的所见所闻 甚至是就是时代之下的有一些周遭环境的变化 他也都把它写出来了 对 对 那这本书事实上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 就开始构思了 对 我刚刚有提过就这本书是那时候 他是2008年的德主嘛 他2007年那时候是在韩国当科技教授 他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写这本书了 对 那只是说我们是在他就是得奖之后今年才去翻译出版这样子 会演示影响就是得奖之前 其实那个乐客来桥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把它介绍到台湾来 台湾来 对 就是你看完之后里面会有很多的那个感想跟东西这样子 有些书你是在看了当下就会热血会疼 对 可是我觉得乐客来桥他不管是情节上或者是文字的描述上 我觉得他都是比较属于安静一点点的 嗯 不过其实这个饥饿剑奏曲里面也有很多值得大家讨论的地方 那么包括 他的文字 我觉得也是很漂亮 然后也像春旭姐说的 他可能是后座里也很强的 还有包括他故事情节 甚至呢他在书写他自己母亲这个成长的状况跟背景的时候 我相信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是反映在书里面的 等一下要请春旭姐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会带我们来 刚刚提到饥饿剑奏曲这本书呢 事实上是作者乐客来桥他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 然后塑造了书中的一个角色叫做爱迪儿 他等于是从爱迪儿的小时候慢慢慢慢写到他长大 然后他整个人生所经历过的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这本书一开始就带给我很大的震撼 因为他一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去揭露说 这个是什么样的故事 他也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去写的 他甚至一开始是有点像是爱迪儿的独白 可能是成人或是什么之后的有点独白的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比较像是作者的 作者的独白 对因为他一开始是讲那个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之后 他那时候刚出生 对 然后他就讲到说他小时候的时候 然后就很知道那个饥饿的那个感觉 然后他就从自己本身的经验 然后再来带出他母亲的故事 所以其实勒克莱桃他母亲也就是书中的主角 我们讲爱迪儿 爱迪儿他小时候算是家庭环境背景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 因为他们家就是他爸爸是从摩里西斯岛移民过来的嘛 可是事实上他们家族那时候在摩里西斯岛的时候是那个 他算是庄园的少爷这样子 就是家里面是财富非常 家财万贯 对家财万贯 财掉了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所以他们就是移民到巴黎之后呢 其实他们是算是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这样子 而且爱迪儿又是他们家的那个独生女这样子 小公主 对对对 所以整个生活算是都非常的那个很 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部分 对对对 甚至他有一个很疼爱他的旧宫 对对对 我觉得旧宫这个角色在一刚刚开始的时候还蛮重要的 还蛮特别 因为其实他旧宫会带他到处去到处去玩 然后甚至还跟爱迪儿讲说他将来要盖一个子皇屋 然后这个子皇屋就是算是为他盖 以后是要留给他这样子 对 他旧宫是直接买了一块地 对对对 然后要在那个地上面就等于盖一个子皇屋 对我觉得在这个书中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是从外面移民到那个巴黎来的 对 可是像他的爸爸呢 就还是一直保留着他们当时候在摩尼西斯的一些生活习惯 还有一些习气这样子 对 我觉得他爸爸好像比较没有办法融入那个当地 爸爸巴黎的生活 对对对对 但是他旧宫 就是比较可以就是说 把自己融入当地的那个社会这样子 对 其实这么说的话 在书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他们的聚会沙龙 他们叫沙龙 对对 其实这个沙龙 它也是摩尼西斯那边的一个习俗 对不对 就像春旭姐也不能讲习俗 就是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 对对对 他爸爸就是就是就定下说每一个月的 第一个礼拜的礼拜天下午就是就把所有的家族都聚在一起啊 大家就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吃吃喝喝啊 然后聊天啊 甚至是就是唱歌啊 弹琴啊等等之类的 老实讲我在看到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有这样子一个聚会 其实是还还蛮不错的 可是他到最后是流于一种就是 就是有点是 形式 是缅怀过去的那样子的东西 所以艾迪儿其实到后来就是 可能会觉得有点点无聊 因为那时候其实全部都是 几乎都是大人 只有他一个小孩这样子 对 然后他的爸爸又硬要他坐在他旁边 对 倾听这些大人讲话这样子 不过其实从这个沙龙的聚会形式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像春旭姐刚刚说的 他爸爸可能比较 艾迪儿的爸爸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融入 巴黎的生活 所以他透过这样的沙龙聚会 就是把这些好朋友或什么 就一定要聚在一起 然后他们一定要聊一些国家大事 对 或者是一定要就是讲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等等之类的 艾迪儿后来还有无聊到说 一字一句的把他们讲的话给记录下来 对 都有记录下来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段记录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你会看到说很多真的是 有点言不及意的东西 对 不过你也可以从他们的谈话里面 反映到当时的一些社会的状况 譬如说他们对政治的看法 等等之类这样子 反对党啦 做了什么事啦 然后可能就是 当权政府应该如何如何啦 对 不过其实喔 好 不管这个舅公的 这个 融入当地的状况是怎么样 爸爸融入当地的状况是怎么样 但是后来舅公过世了 其实他 准备要帮艾迪儿盖的房子 耶 就这样没了 对 其实舅公本来留了很多的财产 其实他所有的遗产全部都是要给艾迪儿的 可是因为艾迪儿那时候还很小 才12岁左右吧 所以他爸爸就变成他的 有点像是代理人 他的财产的代理人 对 可是因为他爸爸是那种 我觉得自己 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是那个 枉固子弟这样子 那后来他们就是家产一直就是 越来越有问题 后来他就把他的艾迪儿的 那个脂肪屋这样子的东西 整个就把他 本来他们是要盖脂肪屋的 就是他们连那个建材 那时候舅公连那个建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爸爸后来就是决定把它盖成 是那个大楼这样子 对 就他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族应该是他 舅公过世之后 然后变成 叫他爸爸手里之后 因为他爸爸是那种 我觉得 散财童子 对 然后又不太了解实际的社会状况 然后是我觉得是那种完全充满理想 理想主义的人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家产就等于在他爸爸手里 慢慢慢慢就败光了这样子 不过家产的败光 这只是艾迪儿人生当中的